昨天正式登场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征2020总统大选 韩国瑜主打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同时也批评蔡政府变成贪污腐败爱权利 他向海外侨胞喊话会亲自发出穿云剑 希望青天白日重新再现 也呼吁百万侨胞一人一姓告洋状 共同保护中华民国 好 接下来带您看到昨天下午两点多 台铁一辆花莲开往树林的自强号列车 有一名男子擅自闯进去列车长室内休息 不仅抽烟还把玩折叠刀 吓坏列车长立即通知警方 在抵达松山车站时 请这名乘客下车 并且带回了铁路驻地警局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2020总统大选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 国际媒体聚焦台湾明年大选 其中也扯到了香港反逃犯条例示威风波 可能对台湾选情带来影响 好 关局撕烟风波这一把火越消越烈 28号客问者到云林来参拜 抓紧蔡英文的痛点猛打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也要看到他到云林参拜六房嘛 想不到前脚一走 蔡英文29号就跟着来随即故装 双方较尽意味浓厚 好 回到今天新闻现场最新的消息 嘉义线82号东西向快速道路蒲子路段 昨天晚间7点多发现了重大车祸 三辆轿车还有一辆小货车连环追撞 造成一名男子双脚当场被截断 另外三人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目前都送医急救 至于事故的原因还有带警方进一步的来调查 好 另外要带您看到 这桃园市复兴区北横山壁发现了大面积的摊坊 山壁就像瀑布一般的直冲而下十分的惊悚 索性整个过程都没有沿车伤亡 而公路总局在等待落实停止之后 开始执行道路清理作业 好 来关心天气 在7月底最后几天 太平洋高压强管台湾的天气 这出门要注意高温 而这星期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天热酷暑 那么周四开始 这些又水气过来 到小午后雷震雨又会明显起来了 好 首先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今天还是要留意这温度很高 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的增强 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道勤的好天气 那么温度方面呢 大约是来到32到36度 那么没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 特别留意的是 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黄色灯号 好 36度以上高温的地区呢 大约是台北市 新北市盆顶 桃源还有新竹县 台南高雄市 屏东近山区 以及花莲县的纵谷 在这些地区 今天高温都可能来到36度以下 那么出门长时间 铺晒在阳光底下 一定要记得防晒 好 另外来看到这水汽的部分呢 今天的风向转为是东南风 主要在这个迎风面的地方 像是东南部地区 恒春半岛还有澎湖 雨势是下下停停的 像是清晨的时候 在屏东一带就有一些的雨势出现 那么会有一些的不定时短暂震雨 那么其他地区看到 都是主要是在中午过后 这对流云系的发展起来 各地容易有一些的局部短暂震雨 尤其看到没有在山区的部分 如果您萨武有计划前往山区 这些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午后雷震雨呢 总是来得又急又快 好 接下来带您关心 这一整周天气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一周天气图 主要呢 这个今明两天天气都还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礼拜四到周日这段时间 太平洋高压北台 特别留意是菲律宾到南海一带的 季风低压区 这时候容易有一些的热带系统发展起来 那么它所带来的潮湿空气 水气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礼拜四开启呢 水气变多 在南部东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的局部阵雨 那么午后雷震雨的范围也会逐渐的扩大 比这几天水气还要多 扩大到各地的山区 还有平地都有机会下起一些的局部短暂雷震雨 所以最后也要提醒您 这冷心低压远离之后 接下来倒是要注意南海低压的扰动 到时可能会有台风生成 但是目前发展的时间地点 以及对台湾天气的影响 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要等到周四之后再有变化 都会持续的为您观察带来最新的消息 好另外来看到中秋节就快到了 天气还是很热 那么就有业者呢 就一改传统咸味月饼的形式 天气热 他推出的是冰淇淋月饼 让消费者可以边吃边消暑 还搭上了卡纳赫拉 以及玩具总动员的蜂巢 用超萌的造型来收编年轻族群 好另外来关键是北极圈 已经进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 格林兰 西伯利亚以及阿拉斯加冒出了大火 就连外太空都能看见 日本也发现了震度4的地震 吓唬了不少民众 好使用苹果手机的Siri 可都要多加留意了 这是根据有外媒报道指出 苹果公司的钱包箱会通过Siri 听取用户的对话录音 限期包含敏感的谈论内容 就连无意间唤醒 这个Siri刚好说出了什么话 都有可能被录下来传回 这一点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中央上韩国瑜28号下午出席 台东韩粉会民众很热情 而台南韩友会也为了庆祝韩国瑜出现 也举办了挺韩餐会 免费提供餐点给支持者 但却传出有店家根本没答应 就被主办单位拿来宣传 导致不少韩粉找上门要吃免费餐点 店家很困扰赶紧澄清 而向客吻哲 18号来到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地盘云林财场 日前才说他的支持者都是Rusor 引来了热议 对此柯文哲不打算退让 表示统计上来讲就是这样 至于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梅的合作空间 柯文哲表示他是企业霸主 但是在政治上非常速 看他初选被整成这样 就知道他还需要学习 否则未来光是应付鲨鱼就毁了 直到3号草屯交流到旁 28号上午发生了车祸 当时黑色修旅车要左转北上高速公路 却遇到对象执行的红色轿车两车相撞 掉进了一旁的排水沟内 造成有7个人受伤 索性意识都清楚没有答案 活着里面有三位小朋友要留院观察 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的厘清 好另外这一段是粗心家长 新北市土城发生了幼童繁琐屋内的意外 妈妈看见孩子睡觉想趁空挡出门一下 回家时小孩醒了在屋内哭闹 但房门是繁琐的 幸好警方接获报案赶到现场来协助 用脚把门踹开 接触危机 好另外 但您看到高雄在27号的下午 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这有一台机车是骑在内线车道 一辆汽车突然靠近B车 那么汽车的驾驶摇下了车窗开呛 要机车骑士不要骑在快车道 机车骑士也不甘示弱的回呛 两个人激烈的争辩 最后是僵持不下报警来处理 警方表示这条道路是混合车道 机车骑士并没有违规 最后这两个人互不提告 结束了这一场冲突 准备